弄的笔啊,还有一个本子啊,我已经二十一年了,是亏欠我儿子的,我儿子高考的时候我反而都没受,因为我记得了一个认为我要这个考树上到零五去高考的,到现在我还是有一点内心,很高兴,很高兴,对。 你说啊,你要是生活所迫,这个大家都能给体谅,你说啊,你是爱心膨胀了,太多了,所以这个爱心大,爱心多,是一种慈爱,还是一种债友,这个不确定的,是吧,朋友们,一定要看好这个问题。 你天天送人家儿子去高考,人家没爹啊,显摆着你啊。 中国兰报道,胡州有个爱心车队的,迪哥,蔡师傅,表示爱心送考,就是给那些个高考的人呢,把他们送到去考试,干了21年了, 不过他有一个遗憾,不过他有一个遗憾,儿子高考都没有送。 啊,这个周彭安老师就觉得,哎哟,他说,你看这条新闻,严重的违背,正常的伦理生活,正常的价值观。 还上热搜,还有,大跌眼镜,儿子都不管,这个正常人的思维是无法理解的。 如此作秀,你就不怕留下,啊,画饼让儿子怪罪吗? 怪罪啥,到儿子那里有另外一套画素了,我为了你,我牺牲多大多大,啊。 嗯,不一样的画素就改了。 好